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三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是关于 嗯,ですが,什么什么的说法 我们一起看一下 嗯,ですが,知道的一般是提起话头的作用 开始说话的时候呢 你要铺垫一个话 你肯定要说すみません 然后加个すみません 嗯,ですが,然后这样子 铺垫的作用,开头的时候说的作用 然后后边呢 这个ですが的后边一般要加 表示委婉的句子 或者劝对方 或者请求许可的这个话 要加在这个地方 好,这是第二点 然后呢,这个が起的作用 要它的が呢 这个起的作用是把前面的文章 和后边的文章连到一起的作用 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要が就是嗯,です 加在一起,前面的后面连到一起 嗯,ですが,嗯,ですが 那么看一下 表示它的这个时候就比较客气 比较委婉的说法就在这里就提现出来了 好,那么看一下啊 一般,んですが的后边啊 主要在这门课里 我这个部分 我会讲两个委婉的表达句子 第一个,んですが 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で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中文 能帮我做什么什么吗 我想干什么什么 能帮我做什么什么吗 这是第一个句子 那第二个看一下 另一个是 ですが たらいいですか たらいいですか 我做这个,就是普通的疑问句 什么什么可以吗 可以吗 这种感觉啊 更加委婉的表达方式 但是我们这两个之前先复习一下啊 第三个 嗯,ですが でもいいですか でもいいですか 我可以干这个什么什么吗 这个先复习一下啊 在一个句子当中 すいません 寒いんですが 窓を閉めてもいいですか 我很冷 不好意思 回答的时候 你看一定是 すいません 不好意思 すいません 寒いんですが 我很冷 我很冷 啊 怎么办呢 窓を閉めてもいいですか 窓を閉め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关窗户吗 学生B就说 当然 怎么说 もちろん もちろんいいですよ もちろん 我现在帮你啊 现在帮你把窗户关一下 今閉めますよ 今閉めますよ 好 这个学生 哎呀 话比较多啊 这个要求比较多 又说 ちょっとやっぱり暑いんですが 哎呀 我又感觉又有点热了 所以ですが 这个是が 就本事前面和家都一起 所以呢 为了热呢 怎么办 窓 又让他開了 窓を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可以帮我把窗户 最开一下吗 关的窗户又开一下 是吧 比较麻烦 他就请求了一下 窓を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窓を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はい 学生B 分かった 明白了 分かった 今開けますよ 今開けますよ 还比较人 这个学生B 比较心好 还忍耐的 帮他开了一下 那学生A あの まだ暑いんですが 冷房をつ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哎呀 我还觉得热 你看窗户 但是我依然还觉得很热 可以帮我开一下空调吗 冷房空调 暖房温暖的那个 暖气 暖房 记住啊 冷房をつ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まだ暑いんですが 冷房をつ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他学生B 说 我实在忍不住 他就说了 你的体温的这个 自己调节的这个体温 身体没事吗 体温調節 大丈夫ですか 体温調節 大丈夫 大丈夫 你是不是有发烧了呢 熱があ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熱ある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好 以上一个对话 重要的大家意見注意 蓝色 红色 这是今天的重点 んですが 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開けてもいいですか 这个方面 大家一定要好好 这是复习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重点的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んですが 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我想干这个事情 你可以帮我干一下 做一下这个事情吗 表达请求的时候 这种时候呢 要比てください 还记得吗 什么什么てください 请你帮我什么什么 这是てください 我们现在学的是 ていただけません 可不可以 帮我做这个事情 这种委婉的方式 在这里要学习 てください呢 当然要更加礼貌 当然要礼貌 然后请求的表达方法 记住啊 ていただけません 是 委婉 特别委婉的方式 好 看一下啊 老师说 老师和这个教育比较 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比较热心的一个母亲的对话 母亲见这个老师去了 はい こちらは大学予備校です 中国也有大学为了培养上大学 很好的大学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学习班 学习班 学习班 こちらは大学预备校 就是预备 大学予備校です 好 这个教育热心的母亲 母亲到这个学校来了 问啊 私の息子の夢は北京大学に入ることです いい先生を紹介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如果这个时候你用紹介してください 请介绍给我一个老师 就特别感觉自己在一个权利 有权利 但是你要低调一点 你可以不可以给我介绍一个優秀的老师呢 いい先生を私に紹介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这种委婉的表达方式 就要用这个啊 紹介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然后这个表 他拿出了孩子的高中的成绩表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呢 这是比较低调的说法 一起來 息子の高校の成績表を持ってきたんですが 持っておられな 然后停留一下 ですが ちょっと見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你可不可以帮我稍微看一看 他的这个孩子 有没有希望 上这个大学 優秀的大学呢 好 这是一个句子 红线一定要反复的练习啊 大家 我们继续看 实际练习 んですが で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我们在一个这个 怎么做家里饭一个故事里看一下啊 五三 五三 五先生 这个留学生 刚到日本来啊 他想做日本料理啊 他问一下 すいません 中国から来た五です 我是从中国来的五 啊 说自己的时候不要加三啊 大家注意啊 说自己的时候 我的家何年か来来来来来来啊 不要我天地 甘地です 就过了 不要加三 五です 他是啊 他特别对日本的咖喱饭啊 特别羡慕 一直想做 他不知道怎么做饭 他到日本中医问 那个日本同学啊 怎么做呢 カレーライスを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我想做仮饭呢 可不可以给我请教 给我教一下这个做法啊 啊 这种感觉啊 特别低调的说法啊 カレーライスを作りたいんですが 教えてください 请教我一下 这是比较简单的 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可不可以教我一下呢 这种感觉的说法 一定要记住啊 好 然后スタートさん 啊 我们这个简单过一下 他是给你教这个 咖喱饭怎么做的啊 我也很喜欢做咖喱饭 所以这是我自己打出来的 我自己脑补一下啊 打出来的这个做法啊 Satoさん 佐藤先生 佐藤女士都可以 女士都可以 Satoさん 分かりました 好 明白了 你这样 这么想做咖喱饭 那我就给你教一下吧 OK 簡単ですよ 非常简单 怎么简单呢 簡単ですよ 先 首先 First まず 肉 牛肉或者猪肉或者鸡肉都可以 自己喜欢吃的肉 这是一大系列的 这什么都可以自己喜欢的肉呢 肉 野菜を切ります Cut 是吧 野菜を切ります 把肉啊 菜啊 切到你一口能吃的那种量啊 切好 切好 准备好 先准备好之后 然后第二 Second そして 野菜を炒めます 首先注意啊 そして 切ります そして野菜を炒めます 把硬的那种菜 比如 比如先炒什么菜呢 野菜を炒めます 先把 人参を炒めます 把红萝卜先炒一下 然后再把 土豆 野菜を炒めます 把这种硬的菜先炒之后啊 这个 就等会放水 它们会煮熟了 否则的话 硬的不先炒 它就会特别特别硬 不好吃 好 记住啊 硬的菜先炒 豆芽菜啊 什么这种东西 可能放到最后 没事的啊 像做料理的一个节目感觉 OK 不好意思 野菜を炒めます その後 そして野菜を炒めます その後 之后 最后呢 最后没有 その後之后 肉も一緒に炒めます 把金的菜 还有其他菜 炒好之后 肉就开始放进去 一起炒肉 肉も一緒に 一緒にね 一緒是一起 一緒に 炒めます 野菜や肉に火が通ったら 鍋にお湯を入れ カレーの油 流を入れます 这个地方注意一下 野菜や肉 蔬菜和肉 火が通ったら 就是熟了意思 火が通ったら 开始熟了呢 你就开始炒完之后 就开始把这个锅里 开始放热的水 鍋にお湯を入れ 热的水放到锅里 然后之后呢 カレーの油を入れます カレーの油を入れます 这个做法有的人不同 有的人是到最后 煮熟之后 最后的最后 放咖喱的硬塊 就咖喱粉 有的人是先放咖喱粉 这个人的做法是先放咖喱粉 然后最后很简单 煮了30分钟 30分待てば出来上がりです 等了30分钟之后 煮了30分钟之后呢 就做好了 就这么简单的啊 好的 这是一系列的 怎么做カレー飯 カレーライスの作り方です 好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啊 实际練習一下 んですが でいただけませんが 我们看图片 大家自己练习一下啊 一起练习一下 ナリタ ナリタ是什么意思 ナリタ是 另一个为国内服务的航班 日本国内服务的叫 伊丹机场 イタミ イタミ空港 イタミ空港 顺便补充了一下啊 我只是嘴说 大家等我看一下底下的字幕啊 好好记住 做个笔记啊 两个机场 东京两个 大阪两个 好 这个地方他想去 ナリタ成天国际机场 ナリタ国際空港 好 你问一下 不要大家想去 哎呀 我想去成天国际机场 你可以教我一下路吗 すみません ナリタ国際空港へ 或者に 都想要这个字 去什么什么地方 に えっと可以 ナリタ国際空港へ 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想去 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道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可不可以教我一下路呢 反面看一下 这个啊 日本也有很多的化妆品 让这种化妆品 很多的牌子 也可以让你尝试 试一下 试试一下 这种叫 英语叫サンプ 日语叫 サンプル 是装的 是免费的啊 这个女生看了一个广告 电视广告 特别被吸引住了 想要一个这个免费的 化妆品 すみません 他说女生求男生,实在太重了,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呢? すみません,この資料が重い 重いんですが重い 重いんですが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呢? 持ちます?持っ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すみません,資料が重いんですが持っ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他想去図書館 すみません,図書館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想去図書館に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可不可以教我路呢? 道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図書館に或者図書館へ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道を教え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はい 這是剛才的一個し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第二個 我們再集中一下 把集中了一提一下 把第二個結束 我們就可以休息一下 加油 んですが、たらいいですか? たらいいですか たらいいですか 是什麼呢? 是說話人對自己必須做或者最好去做的事情 征求聽話人的建議和意見的表達 我可以不可以做一下這種 征求意見 看一下 男的工作人員和女的工作人員說話 男的工作人員想旅遊 然後問 買什麼店 買什麼照相機 比較好的親戚 来週旅行に行きます 下個星期要去旅遊 カメラ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我想要一個照相機 カメラ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どこでカメラを買ったらいいですか? 在哪裡買照相機 比較好呢? カメラが欲しいんですが どこで買ったらいいんですが いいですか? はい 9Cシャリンね ビッグカメラがいいわよ 這是一個日本的買的電子機的店 ビッグカメラがいいわよ 男的工作人員就說 男的同事就說 ヨドバシカメラがいい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我想在ヨドバシカメラ買這個東西 那你覺得怎麼樣呢?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女的工作人員 他就說 同事就說 はい 私に聞かないで 別問我 好きにしなさい 你想怎麼樣 你就怎麼樣 做吧 好きにしなさい 不要什麼都問 あの実は 男生就開始又問了 あの実は どのカメラがいいのか 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最終又說了 我不知道買什麼樣的照相機 好 你可以不可以 給我指教一下 給我指点一下 どうしたら 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我怎麼辦 才可以呢 這個用法 請求未到的意見的時候 就用這個說法 わからない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好 女的 這個女的同事就說 哎呀 你別問我 你自己考慮吧 もしっかりして はい 自己決定吧 もしっかりして はい 這是一個情景 主要是這個藍的字 紅的字 一定要把握好 好的 我們接下來 繼續看一下啊 錢包丟了時候怎麼辦 也可以問啊 啊 財布がない 沒有錢包了 人家就 同事的B 就會問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繼續看 同事A すいません 財布を落とした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我把錢包丟了 我怎麼辦呢 我該怎麼辦呢 就你的意見 啊 給我一個意見吧 我怎麼辦呢 我該首先幹什麼 其次幹什麼 最終幹什麼 財布を落とした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これね これ 人家同事B 說 本当ですか 真的嗎 本当ですか 裡面首先你要問 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何が入っていますか 何が入っていますか 他開始羅列了 啊 東西 首先 大事物 大事なものが 一杯入っています 一杯是非常多 非常重要的東西都在裡面 大事なものが 一杯入っています 什麼 家裡的鑰匙 家裡的鑰匙 家の鍵 銀行のカード 這非常重要 會出冷漢的 銀行卡 丟了啊 銀行のカード 還有呢 自己的這個身份證怎麼說 日語叫身份證明書啊 這就是ID 這個自己的身份證 中文叫 身分証明書 身分証明書 記住啊這個話啊 身分証明書 當然還有自己的錢 お金 お金 這很簡單 然後最重要的是 感情方面的這種照片怎麼辦 孩子或者妻子 妻子照片 也同時在錢包裡 一起丟了 很傷心 一起來 妻子照片 妻の写真 妻の写真 丈夫的照片 夫の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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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的照片 子供の写真 子供の写真 家族照片 家族の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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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東西是感情的 錢買不到的 非常如果丟了 就非常傷心的東西 都在裡面 妻の写真 が入っています が入っています 那他就開始說 首先 同時就給你推薦了 まず銀行のカード 会社に電話して 首先 你快給銀行的電話 銀行的公司打個電話吧 まず銀行のカード 会社に電話して カードの使用を 一時停止してください 把這個カード使用 暫時停止一下吧 カードの使用を 一時停止してください 之後 その後 之後 你要到警察的地方去了 警察に紛失届 丟失證明 寫個證明 紛失届を提出してください 給警察提出一個 提交一個 你丟了這個錢包的事情 寫個證明 給他提交一下 那之後呢 最終沒有辦法 就等待一下 あとは 待つのみです 這個のみ注意一下 のみ是待つ のみ就是only的意思 のみ だけ 是一樣的 待つだけです 好 我們在這裡 這個句子也實際練習一下 男人看這個女生 男人問 怎麼了呢 怎麼說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女生發生車事故了 怎麼辦 一起來 我怎麼怎麼怎麼了 我怎麼怎麼可以嗎 來一下這種句子 我發生車事故了 我現在怎麼辦呢 我現在應該怎麼做呢 すみません 車が故障したんですが 故障したんですが 怎麼辦 該怎麼辦 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ですか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車が故障した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一起來 熱がある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第三 這種情況很多 一個公交車 各種公交車拍到一起 你真的不知道 坐什麼公交車 去你想去的地方 這個是我們想想 非常常見的一個情景 男生問你 看這個女生 真的那麼不高興的 感覺非常遇到困難的事情 男生就非常問一下 怎麼了 どうしたんです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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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說 我想去東京的新宿 大家有的同學 應該去過 或者想去的同學很多 新宿 但是不知道 坐什麼公交車可以 能去 すみません 怎麼說 新宿へ 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想去 行きますよ 和太家的一起 要變成 行きたい 行きたい すみません 新宿へ 行きたいんですが 怎麼辦 可以去呢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どうしたら どうし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好 看一下最後 右邊 男生看女生 頭疼 感覺 問一下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すみません どうしたんですか 頭が痛い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ですが 頭疼 頭 痛い 疼 痛 牙が痛 眼睛 目が痛 耳が痛 鼻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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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疼 口が痛 好 記住 どうしたんですが 頭が痛い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ですか 頭が痛いんですが どうしたらいいんですが 頭疼 用中 用中国的頭疼 是兩個字加在一起 日本也有頭疼 叫 字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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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tructor